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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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介绍一位人物 名字叫做索多拉 他是这里的秘书长 所以呢 我才要邀请他来 因为我看过名片 所以我特地请他来出场 索多拉 跟大家说声好 今天是他第一次出场 所以接下来的后半部都由他来说吧 请问今天的西藏状况好吗 西藏的状况非常的惨 还是我们先谈谈台湾这边的 所以你现在年纪太小 可是我想要多了解一些西藏 好啊 那哪方面的 要睡呢 你就是在拉萨的哪里 我在拉萨叫有一个八锅街 这个八锅街就是大昭市 这个附近 那么房子长什么样子呢 那个我以前住的房子是那个以前传统的 是圆圆的那种吗 不是就是那个石头就叠起来盖的 那么有没有用到浇水啊 那么有没有用到浇水 浇水什么 浇水就是粘东西的物品 房子怎么要浇水呢 你以为我们现在盖模型啊 好请你坐好 接下来呢 换我来分享了 现在呢 台湾现在蔡英文统治之下 我非常喜欢这个总统 因为呢 他们都会关心到人民 而且呢曾经赠给我压岁前过 接下来继续让爸爸分享 好啊 那我先问问 你的名字叫什么 索朗阳中 这什么哪个国家的名字 西藏的来自拉萨 西藏 那索朗是什么意思 索朗是福气的意思 阳中呢 俱祺福气的意思 哇 你的名字这么吉祥 谁取的呢 你取的 原来是我取的 因为我不知道是谁取的 好 那你名字这个喜欢吗 我非常喜欢 因为这样子让我宇宙不同 那在学校里面老师叫你什么 羊 因为是叫我的 第一个字和第三个字 羊 朗 和中 直接去掉 因为这样子也可以成为一个名字 所以你们班上的学生 对西藏的了解怎么样 零度的概念 那你有没有跟学生分享西藏 没有啊 因为我不太常分享 嗯 那有一次我看到你一个美国的老师 你们两个有画西藏的国旗 这是怎么回事 嗯 就是呢 有一次 Teecher Tony 带我们认识 国家 正好有 有一个西藏国旗 而且那是他最想去的地方 嗯 所以呢 Teecher Tony 就把那个最难 最难画的图交给我 甚至还帮我一些些忙 哦 所以那些很难 是真的 哦 那你还想跟今天观众朋友要分享什么 我现在也很想要分享一些事 嗯 就是妈妈的工作情况 哦 妈妈的工作 现在就是看管这个他们的工作人员 因为妈妈是副总裁 哦 那今天的我们的时间也快到了 那我们今天跟各位观众朋友说 拜拜 那我们下次再见 是不是 对 拜拜 拜拜 我们下次见 OK 站稳我们怎么讲 结束结佣 结束结佣